怎麼收起來 怎麼收起來 這個努力 你今年 我就收回來嗎 這個沒有誰收回的問題 我們並不是被戰略 一波嘛 一波給你用嘛 因為機關用地仍然要有償一波 所以這要專案協商 這個不用有償 金方的沒有說要有償一波 機關用地在國有財產法裡面要有償一波 好啦 就是有償 我們那塊地也值得用 我們把山明公園 虎頭山 鍾烈池 國民運動中心 土地公文化館這幾個串連起來 跟參亂集中 收益多少 海巡署 我們會積極的交涉 它這塊地如果真的沒有用途 正在國家資產合理運用的方向 我們來協調如何償一波 如何變更 這要有一個方案 這個要有一整套才拿得到 我知道啦 只要你們積極去做 絕對的償一波 因為確實不用嘛 這幾年有什麼用 我剛剛有說 這個事情議員跟我說 一月有開協調會 二月海巡署有來函 三月我請立委去協調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今天這個質詢很有價值 我會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專門來跟這個 上一期會期我跟你提過 可是時間有限 就沒有跟你再詳細 那你不一定要做機關用地 我聽說也可能要做機關用地 原案是G15用地 15用地 那個還沒用 你還蓋又重 花很多時間 G15是中央政府在用的G15用地 那要機關用地要變更人 要經過都基程序 對 你如果做貪犯不用變了吧 你做把貪犯集中在那裡管理 那不要變 打擺剃除大載 你還可以叫水 給他有一個貪犯症嘛 機關用地不能做貪犯集中區斷 不能做貪犯集中區斷 這沒關係 這個問題 好 這個私下在討論 這問題我們沒關係 我們等這個案 移播到變更完成後 我說希望今年可以移播 或是今年首席反偶 我是希望這樣 因為我桃園市已經講過 以前的舊桃園市這麼努力 我們的市政府的團隊也這麼強 埃立委 總統 全我們貴黨的長官 只要去努力 一定 黃副長 市長比較不容易 這副理 你感到 蘇議員其實 政黨還沒輪替 還沒交接 還現在520之間 520 現在10天而已 不過你去執政了 現在海巡署也要換上去嘛 現在 新的署長還沒上來 你建議一個比較新的 我們這裡也可以 去做海巡署 署長很多 好啦 請坐 我們積極協調 積極協調把它完成 我把它當作是蘇家明議員第一件重要的事 好好 你要記得喔 好 還有桃園監獄 市長 桃園監獄 兩位局長請坐 桃園監獄要不要搬 我也講幾個禮拜 那塊放的 總統已經重化了 這講30年了 對啦 有機會沒有啦 法務部他在桃園監獄的問題上 他就是說要有新的地點 那新的地點離地檢署 地方法院不能超過一個小時的車程 然後要有搬遷地點才有可能考慮搬遷 費用還是其次的問題 好 蔡十天法務部長說 就是誰嘛 秋代山大家都知道你的副市長 你總有積極協調 以前法務部長很困難 我們一樣 就是說要搬的地點要協助他啦 坦白講喔 這個問題如果 二三十年討論那麼久 原地踏步 那如果沒有找到一個恰當地點 是搬不上當 沒有啦 我們現在也很多重化 我們夠了 關閉新屋桃園太多土地了啦 那層都可以了吧 所以這堆啊 我們看看喔 有無國有財產署的土地 或者是軍方的前置營區喔 可以作為優先案 或者是其他的設 因為這個對法務部來講喔 他不敢承諾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拜訪過檢察長 他說喔 這個議題他不敢承諾的原因是 他找不到一個新的地方 好 李宗明這找到嗎 你有說的 市長請坐 我請李宗明回答 我們有在跟軍方協調 找一些比較偏僻的地點 的軍方土地 如果有閒置的 那這些其實也很適合做建議使用 那這個軍方他也會再去做評估 我們定期都有跟他們開會在討論 對啦 這個要積極 當然這個很困難 比804一塊是比較快 這塊比較沒辦法做 卡到很多 要協調的問題 還會找柠 像中油 還是要拔 要打算 我以前當市長 替中油請命 跟我們李明去抗爭過 沒有想像那麼容易 可是你現在裝路重劃 我現在先有去處 對啦 我知道要有去處 要去處要先找到之後 才有再來才能夠 以前我們代有分隊 消防局代有分隊 不是找多久找不到 我就在找找 我們也找一塊 人家台灣分隊也做出來 要去路 要用心 李主長 你這很來行 你快找找一下好不好 好 不要一直拖 我們會跟軍方來 來密切的協調 桃園土地那一塊 台營那一塊 那一塊是要怎麼處理 現在雜草重生物 桃園後火熱戰 台營土地那一塊 也有說開協助 開他買一下 那是你輔助還是 哪一個單位負責 這樣子 這個是兩部分 在就是 就環境整理 那個就是把這個環境整理好一點 讓他這個看起來乾淨一點 這個部分由公務局 也進行協調 已經初步有協調了 那另外要做都市更新的部分 這個部分時間比較長 那這個財營告訴我們是 他們現在因為有一些官司的訴訟 那估計會在今年會定案 如果定案之後 他們才能夠同意進行 下一步的這個都市更新作業 但是他們現在 我們在做這個都市更新規劃 他們都很樂意來跟我們配合 都有 配合你不自己 這個要拿一個單位 不可能你做的嘛 沒有 這都市更新是我們做的 但是要他的地主 這要討論 現在是台營帶台營的 是是是 就是地主要同意 那個台營他們基本上也沒意見 但是因為現在有 他怎麼會有意見 他要人家去開發 他要人家去重劃 或是說要怎樣整地 或是怎樣留住 你們如果沒有具體 我正在會去也有說 我有具體的規劃 這個案子方案 台營也看過了 我們甚至把這個交通的轉運的 這個部分也都引進來 所以可以解決後站的交通問題 但是我剛才說過 他的官司在訂驗後 他才能夠跟我們進行 所以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是有密切在聯繫當中 那你直接跟台營要聯絡 現在外面封鴻衣 我做一張也要來找我 人來找我 他們跟台營也要怎麼開發 建商什麼 講的在詐騙集團 連國際都來 所以這塊土地 無論如何 土耳的精華器 義文市就要飽和了嘛 義文市要辦活動 那塊如果要開發 那塊也很大 有有 桃園車站 尤其是後站這裡 包括台營的這塊土地 那當然有點地上權的爭議 那我是傾向於說 配合捷運的綠線 加上鐵路地下化 將來新的桃園車站 要做一個大的都更 那這個案子要合併處理掉 那我們沒有必要說 民間任何團體跟他協商什麼 沒有必要 就來用開發 不然你也做廣場也好 現況為什麼他不讓我們用 因為地上權的爭議 他不讓我們用 我們借用他不肯嗎 因為土地所有權雖然在台營 地上權仍然還沒有突銷 不然你也叫環保局去整理一下 環保局長 沒有 他這個地上權有 這個案子大的價單 叫我們去整理沒道理 我們來督導他 如果他不整理就開單子 好啦 那你就給他開 雜草重徵 後面吃 我們縣起雲他們改善 那個專案處理 如果那個地上全人跟 土地所有全人台營 不整理的話就開單子 是 一夥半 好 那請坐 還有鄭市長 跟你探討土地公文化館 現在土地公文化館 還有多久的好了 文化局長 好 請委託局長說明一下 這個經過那個消防局的那個消防設備已經完成審查 改善完成 說順利取得這個 執照拿到了沒有 使用執照的話 完成失色內裝的失色 失色大概 九月底 我們化基金會就可以順利進駐 先住管 你們現在未來怎麼規劃 其實我有跟你說過 那個卑文 要不然從後再來換 你們張市長一天想換卑文 你也給我答應說 那個卑文 那個我們的功勞 稍微放一陣子 土地說白了 如果聽到我怎麼說幾次了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說 蘇嘉明市長的功勞不會抹滅 可是我們 那舊的碑文確實不符合現在的需求 但是我們如果要把這個碑文 不急著嘛 反正留著 因為還沒完工已經把碑建好了 所以我們就暫時留著 那個時候就很多人 因為代表要廢掉嘛 代表會有很多支持 我們不能否認人家 那些委員也一起了一下努力 一般喔 竣工紀念碑會把完整的過程寫出來 那也包括蘇嘉明市長 以及我們桃園市舊代表會的努力 不會謀煞 那我是認為 其實我覺得落那名 我自己沒有要弄到重點 所以我告訴區公所說 碑文就留著 那以後要改再來整理 對 以後要好好整理 要怎麼把我們文化局一起結合一下 拜表相關市長 你有沒有記錄金會館 民間可以來館嗎 你記錄金不是台灣的桃園基金會館嗎 這個是屬於地方文化館的系列 那必須要由我們市政府來管理 我們可以委託給文基會管理 對 拜是他們基金有資料管理要自己留管理 給他發薪水自己自私自給 所以我聽說你是要給基金不會留管 我們沒有意見說要給誰 因為民間也可以來參與 不一定全部給他公家 這樣我就做好 這個是屬於將來屬於展覽館的類型 那原則上不管有無給基金會委託給他管理 展覽館還是屬於我們整體展覽館計畫的一部分 那我是希望我們所有的那個展覽館都能夠充分運用 因為我們現在文化局的展場非常有限 已經塞車了 所以這個展場也會成為桃園的副展場 對 我想那個好好地規劃 現在有一個問題 那個裡面的設備有要加上的局長 文化局局長 裡面有什麼要跟政策的委託 你們大家有政策 我剛剛跟你說特產館不能動 一到三樓就是那個長社長 那當初有跟那個李明他們承諾嘛 我們在去那個三明里嘛 對不對 那個閱讀中心的部分 當初誰承諾的我還沒看到 沒有 我們要見的時候跟那個三明里 他們一個那個月覽室還是什麼事 所以閱讀中心的部分我們會留在五樓 有預留一些空間 沒有 市政的傳承我想市長是好的 像我很多好的你也繼續再用 當然不好可以修正 我們這樣啦 這裡能夠讓李明用的 我們絕對是很非常願意讓李明來使用 這個有無承諾都不重要 就是能共用 本來各種文化館就應該讓 雙贏啦 對 對 大家可以用的雙贏 就是說這個重點在於說 特展的部分 用土地公文化跟民俗文化來做展覽 這邊可以做長設展 有時候可以更換 那屬於展覽館的部分 我們盡量因為空間有點小 我們盡量讓空間大一點 要不然展覽進不來 那越覽室部分保留一點點 那因為這裡 這附近有好幾個圖書分館 所以它不是圖書分館的性質 那我們還是把它定位成 按照文化部 地方文化館的管理方式來管理 讓它定位清楚 這樣比較好 因為這畢竟說 一方面也是輸入市長的政績 現在鄭市長接手 要已經一年半 我們重新把它 這工程其實在很大部分 哪說可以完成 9月會完成 9月基本上可以進去住館 但是真正要市營運開館大概11月 11月沒有關係 你已經拖那麼久了 要做你就做到我 這個沒有拖 這是按照進度表做 它的內裝就是要那麼多時間 不是說主體工程 蓋好就可以開館 沒辦法 有啦 那裡再加裝潢 那裡也是我辦的預算 我知道 所以說要按進度表做 只是說這個功能定位要清楚 營運方針要清楚 這一點已經開過很多次會 我們會再加強 好那以後 局長 聽你說這個活動 像同時的我們的勞進活動 局長 他們說我們文化局要辦 文化局要辦 要幹涉 我想我們以後文化局 預算編在你那邊 我一直跟市長建議 不是幹涉啦 我們一起互相討論 對啦 你要這樣講 我也沒意見 你互相討論 希望我們文化局自己來辦 市政府跟區公所一體的啦 沒有所干涉不干涉的問題 你的意見比較多 還是他們的意見比較多 這個不管啦 這樣不是你們我們 其實區公所是市政府的機關 政府是一個啦 所以市長要領導 他是一致性的派出機關 沒有另外一個 不是另外一個單位 那現在我們主導就誰來辦 現在文化局長有請願 是這樣子 我們只是 哲求他們說 不要每一年都是重複的 所以希望每一年 有一些新的亮點 那他跟我講說 沒有你文化局你就拿上辦嘛 要我們辦就不要意見那麼多 我已經很明白的跟你講 我們還是持續跟他們溝通 我們只是不想說 你看我們文化局來辦可以嗎 我再跟你說過 桃園是整個來辦 因為你如果桃園區公所辦 我講兩句話 區公所今天無用心要辦 他就親在應付啦 我要在這裡明白的講 我負責啦 我知道區長有辦的話 傳統我跟他講 他就這樣請願一下 他就叫員團辦辦的 我這樣怎麼辦得起來 你看我們的指南公 今年的土地公文化節 早一點開策劃規劃會議 現在還有時間嘛 那個文化局區公所 還有以前蘇市長 跟我們地方的議員 我們早來商量一下 再決定怎麼辦 好不好 好我想這個拜託市長就是串聯桃園市 我一定要說要越大越大 因為我們的隔壁越來越大 以前是桃園市公所 現在是桃園市政府 因為這個是屬於地方的文化 文化特色在地資產 也沒有限定在桃園區 對 我會給你講說 哪一個鄉鎮比桃園區更強 拿去辦 我跟民政局湯吉祥講過 來的地方比較強 想辦綜藝 巴德洋媒 比較強配合下去辦 可是你文化館在這裡 我們桃園區沒有特色 鄭市長 每一個鄉鎮要有一個特色 在地資產文化 我這幾年十幾年 九年多來我的努力 有一點小成果 可是市長這個對你有加分 絕對加分 我跟議員借這機會說明 譬如說龍潭辦銀財神 大西辦文藝記 然後那個我們桃園辦 土地公文化節 中立辦搖滾樂 各自有自己的傳統特色 我們升格後仍然把它繼續下來 有的會調整 有的會擴大 但原則上地方好的成果 我們都是把它整合下來 成為桃園市的一部分 所以土地公文化節會繼續辦下去 而且也會讓它成為桃園的亮點 我想已經第二年了 你若已經串聯桃園 去年也還可以啦 去年為什麼可以 那是我的大陸來多少人 大陸來三百多人 還有我們桃園 還有高雄南部 串聯起來 我們同時沒有幾個鄉鎮在動 我叫區長打電話 他叫一個課長卡丁 他說來參加 這樣人家就來了 大陸來三百多人 跟他大陸 久不久我們請吃飯 先月三 人家每一年都要來 我們總部比人家露氣吧 我們桃園區 我們不要說桃園市中來 因為巴德如族 這副府今天 重量他們 都打一個鄉鎮 我剛才說啦 可是我們區長 都沒有用心去辦 我要真的講 他應付辦 所以我這次向尊重市長 你召集文化局 誰來主導 他也比較會跟他說 說文化局想指導 我就給文化局辦 我們就不要參與 我們只是配合而已 那如果他要給我辦 你給我嗎 可是如果沒有區公所的參與 那我們文化局會做不完 就是說我們希望是一個 這次採合作的方式 構成要合作 他是那個意思 他講像主導 你自公民說他不可以辦 你還要請出讓區公所辦 我沒有要讓區公所 那是區公所比較好跟我說 區公所 區長比較好跟我說 說文化局要辦 文化局要辦 他們配合就好了 那不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要做兩頭人 我不會我的個性 市長 我覺得 原則上地方的文化節慶 除非需要市政府文化局 直接來主導 一般如果說 區公所有能力辦 那麼我們會跟區公所所保留 在區公所來辦理 那我們文化局 在設計上 給他多一點意見就好 對 就是有時候 我不知道 我在這裡大會提出來 就是說 意見 他就是意思 你幫他監視一下 我講明白 就是這樣 你知道我這個土工的 我都在說 沒有關係 我們 他也給我講說 這個策劃會議 規劃會議 我想請文化局 文化局主導規劃 那大家有什麼意見 一次說好 對 一次說好 要怎麼辦 預算多少 要民間什麼來佔助 大陸什麼來 說好 一次請市長主持 如果有這種外賓 不管來自於東南亞 或大陸 人比較多 那當然我們接待的預算 也要先籌編好 不要臨時找錢 對 這樣也不是一個好方法 好 我們就提早規劃 方局長 已經在開會了 對 我也要跟你協調 那我們排個時間 我親自來開 我親自來開 好 謝謝市長 還有水務局 我們也是特別提到 我老了多錢給你們 叫你們淹水問題 問區長 區長說 沒有啊 什麼要做污水下水道 我們要重新開發 水務局會做 我剛才跟你講過 是 那未來的我們那個 淹水的淹水點 這裡有好多的地方 莊貨道路 成功路 好多下水道 我都留錢 我們的區公所 好多的地方淹水 還有我們大樹林地 大樹林地區 重新設計 東門西 韓館 好多地方淹水 我問區長 區長說 都你們要做 是怎麼會這樣 他撒給你 你還撒回去嗎 還是你要做 討論很多 現在是海風季節 大雷魚季節 還不再滑下去 不好意思 我們是每個月都有跟區公所 做一個淹水點的一個檢討 那像比較簡單的一些功能 譬如說側溝加大 或做一個短的這個 雨水下雨道 那公所可以做就由公所來做 可是現在公所都不做都送給你做 他說去港區長有打誤 說那個水護局要做啊 我扁那麼多 他算扁的又不做 所以鄭市長 有時候 區長都很大的 我把我把 我把王副市長說過了 對 為什麼 對 我們沿水點 錢扁扁 設計好了 沒辦法做 說水護局要做 區長是要做 他是碰到一些瓶頸 瓶頸是不是可以協調 是應該要 是應該要 錢他選中好了 變好了 沒辦法做 水護局要做 你講的是成功路二段 好幾個地方 他這一段是 那個 遇到管線錯綜複雜 所以工程暫時停下來 那如果說區公所也好 水護局也好 重新啟動一樣面對這問題 管線協調的問題 是是 還有廈門街那也是 好啦 這個我沒有時間 沒關係 這樣子啦 桃園區 液淹水路段 那個目前的 不管是水護局 或者是區公所做的部分 我請劉鎮宇局長 事後跟你說明一下 那哪些 哪些遇到瓶頸 遇到困難 該如何解決 來研究一下 好如果說真的有困難 我們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 預算扁扁設計好了 水護局 水護局會做 水護局 水護局有做事嗎 水護局有些工程 仍然是要給區公所做 因為那個有小型的排水工程 因為水護局的工作也非常多 所以地方的我們區公所 仍然有公務客 那仍然有辦理工程的能力 水護局也不一定 其實他要做都可以做 大家要想比較輕鬆 反正我就排了 沒關係啦 靠水護局去做 排不比較輕鬆 排如果做不好 就沒有任期保障 對 所以我提醒市長 很多人做這樣 不對啊 好 不過他那個問題是因為 那個管線錯綜複雜 沒有辦法克服 那個要再協調 對 那個有困難可以協調 真的不能做 我們每人講做 我是覺得 很多人都說 水護局會做啊 撒來撒去 這樣就沒有 這個我也在這裡講 區公所 或者是我們市政府的局處 遇到問題的時候 不管是哪一個層級要解決 就應該把案子先錄案下來 那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問題面對 然後該如何由哪一個單位解決 回來再來報告 那如果每個人都退工作的話 那一級推給二級 二級推給一級 所以我在這裡提醒市長 好 來 局長知道 這個我會注意到 哪個工作 哪個單位有推委的心態 那一次兩次三次 我就會做必要調整 好 劉公司 請教會主委 我上次叫你列管的 我們區場做多少 你自己講一講 劉主委有時候給我們講 他如果不一定都要退學 我那時候 到現在四十幾項工程 我那天也提出來 叫你列管 劉主委 這個考核區長 我想你也滿肚子的委屈 第一 我剛做四十幾間 做幾間 你列管 有做幾間好嗎 做幾間好嗎 做幾間好 我知道進行 進行多少 我有四十幾間 五十幾間 這四十幾間 我們都有在列管 也都有在進行 好了幾間 已經一年半了 好了幾間 你可以給我一個答覆嗎 慶典活動方面都有在進行 但是規模方面 確實是可以再 這樣子 他的保留款的很多 再建工程 對啊 我保留款很多給他 執行中的 有的有完工 有的還沒完工 那就請那個 對 我們那個研考會 會整個 就桃園區公所的 市政 桃園市公所的那個案子 是 孤威案 因為全數保留嘛 沒有一件花掉 所以錢都留著了 那留著 有些工程繼續 那個私下跟那個 蘇維文說明一下 我就是想 你如果講不出來 你私下 你列分表 做多少 做三分之道 做一半 有在做 也在進行花包裝 還有還沒動 你列分表給我 好的 阿不然我跟他講 有有 我在做 總理有在做 跟區長講 靠補於揮車啦 好不好 好 還有那個 東門市長 楊東門市長誰管的 東門市長 東門市長到底是歸多好 聽說你歸多好 未來怎麼做 我時間有限 你大概簡單答應一下 東門市長 他蓋八層 下面地下三層停車場 上面五層 當時要做 當時要做 七月底可以發包 七月底 你有沒有跟當地協調一下 有沒有跟理長協調 有沒有叫我們議員來參與一下 議員還沒有 現在現在 議員我們就是 一個一個這樣溝通 現在我另外再找個時間 跟所有議員 還有跟攤商大家 坐下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現在沒有督庚了吧 你要做市場還是督庚 你說什麼 督庚 他這不是督庚 沒有啦 以前我們有曾經要做過督庚 這個不是 我在市場議定地 可以做 可是你現在是一樣做市場 你現在有市場議定地 但是問題是肯不肯 這個 永和市場 他因為108的關係要拆 可能你督庚的時間可能會跟不上 阿不然你現在要做什麼 你要做市場嗎 我現在東門市場這邊 先把他們安頓好 那我蓋也不說 因為安頓隨便蓋 我是蓋得很好 希望他在那邊 因為不是很遠 他基本上也在春日路上面 那這些永和市場 那些基本上有一點像 大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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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瑞平 請坐 你那個三聖宮以前給我講的 未來的開發 未來的整頓 你有很完美的計畫 要跟市場做什麼 三聖宮那個所在是我們一個理由 重點也是一個參拜 好老闆的人問一下 你上次講一講 現在又不了了真的嗎 沒有 這個市場有特別交代 我們要一次完整解決 所以這次有做都市計畫變更 我們會規劃一條三聖路 一直連通下來 然後再從春天農場這邊下來 所以有完整的一條道路回路 另外還有設置停車場 另外攤販呢 將來也有機會 在三聖宮前面的停車場 這邊來一起安頓 那同時那個三聖宮那邊 會在我們會協調民政局這邊 來化定為這個宗教特地目的 是用專區 所以希望透過 那個地方真的非常值得去開發 運動 台灣跟虎頭山串 八山多少人 拜拜多少人 也沒有停車場 他假日太乾了 所以你有整體開發 有 希望下來你把詳細 那我們把三聖宮主委找來 好好在研究 看要怎麼做 因為以前你上山過 你很用心 我知道 像你燈會搬得一起棒 三聖宮那一個大禮物 桃園市裡面 一天在那裡有這麼多人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張火爐議員提出總執行40分 請開始 謝謝 謝謝副議長 謝謝副議長 我們的鄭市長 還有王滬市長 各位集市長 還有各位媒體記者 各位府會聯絡人 首先啊 就叫於我們的鄭市長 請定 在你競選期間啊 我就一直跟你拜託 揚美啊 有一個老坑溪啊 整治到一部分而已 對 那我看到中立我們的老街溪 整治那麼漂亮 那市長也有答應 在水務局工作報告的時候啊 我也拜託我們的局長 請人會堪 那也會堪完畢了 那目前在縱貫路 中山路跟環東路這一段啊 也是屬於揚美街上 那邊雜草重生兩旁喔 的步道啊 我希望說 能夠花一點錢把它整治出來 那請市長 跟我們的局長幫忙一下 謝謝火如議員的意見喔 揚美的地形喔 是山坡地 而且是 由這個 由這個西南 西南向這個東北這樣子 慢慢走過去喔 所以他那個 他的那個河流喔 其實蠻漂亮的 那污染也比較少 所以老坑溪喔 算是揚美一個很好的 一個自然生態的 一個清水綠帶 所以目前喔 我們已經有做了一段 到澀子溪那個上游那個 那個 重化區那邊有做了 做了步道 那現在議員講的是 台一線到環東路的路段 對對對 那這一段我認為 也有改善的價值 那我想喔 這一段 老坑溪的改善計畫 包括清水的綠帶規劃案 我請我們水務局 要把它納入我們的計畫 如果今年有預算 那麼用今年的預算 如果今年沒預算 明年編列預算來做 好 那我請那個 劉局長再補充回答一下 跟一座報告 那從這個 台一線到這個環東路這一段 大概580公尺 那基本上就是說 因為它牽涉到一些私地 還有一些這個房屋 那我們是需要 取得這個統一權 假如取得統一權以後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來做這個 後續的延伸 兩盤的土地應該都是佔用了吧 對 但是它因為有 有涉及私人土地喔 有一些私人土地 還有一些既有的房舍 那我們要跟它來協商 好 那我想這個 在楊北街上 這一段非常的重要 是 那希望說 集長盡速去處理好不好 是 那如果有遇到困難的話 我們請當地的里長 梅西里跟中山里的里長 然後我們一起協助來幫忙一下 取得那個土地來美化 然後做步道好不好 是是 那拜託一下 那 市長 那 在梅西里旁邊 有一個桂山公園你知道齁 因為 客委會 前一陣子在補這1000萬喔 我們做那個桂山客家文化公園 對 那 市長你了解那個公園 有沒有可能那個公園用徵收的 或是 容積轉移啊 因為它 有4.68公頃 那個公園啊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漂亮 是揚美唯一的指標 但是 我跟市長報告 那個 地主大部分都無從指望齁 當時 我在當代表的時候啊 那無從指望有打一個同意書 讓你讓我們永久使用 後來這個管理人啊 現在已經被判 被判當選無效你知道嗎 那一張同意書就沒有用 那同意書沒有用的話 公園一定地 為徵收也是屬於私人土地 那政府一直投資很多經費 然後在那邊建設 這個依法可能會有問題 你知道嗎 那如果說 無從指望改選以後 新的人出來的話 說我土地要收回 那我們政府 投資那麼多建設在那邊 那到時候 不曉得要怎麼處理 所以 為徵收的公園一定地 那還是屬於私人土地 那義順法裡面啊 當時我有質疑這一點 那所有縣政府造場兩千萬啊 什麼做觀音巷啊 什麼做烏龜啊 做糧亭 做一大堆 我目前我算一算喔 還有民間的樂監啊 最起碼 投資將近五六千萬在那邊 那以為會造成徵收的困難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都有法令的問題 所以我這個這一點 我想要救教於我們的主席處 主席處長齁 那 像這種問題要怎麼來處理 那主席處會長 就是說已經先有一些那個建物在上面 後續怎麼來處理是不是 不是 那個公園一定地還沒有徵收之前 還是屬於私人土地對不對 對 那現在 我們一直政府一直變預算 然後在那邊蓋一些建築物的話 以後會不會造成徵收上的困難 這個部分我們跟地震局再來研議 這個 這種還要研議 要怎麼研議 私人土地 還沒有徵收之前 我們一直編預算在那邊蓋一些糧庭 然後建築東西在那邊的話 那如果說這樣可以的話 很多沒有徵收的公園一定地 也可以請政府去那邊建設 那以後要徵收 地上屋都要評估你知道嗎 這跟預算法有沒有抵觸 因為公所他當時是自治啦 就是說 所以他當時可能編預算 經過當時的代表會 所以這個他當時的情形 我想我們必須進一步來了解 當時我也當過代表 當時預算就被我刪掉 後來造成很多里長 老百姓對我抗爭 我說說依法不符 預算被我砍掉 後來再用募款的方式 募款的方式又做觀音像 外面募到一千多萬 那時候代理政長去募款 然後用募款 募款我們就沒有監督 然後後來一做下去以後 觀音像有問題以後 當時我當議員 縣政府又變了兩千萬下去蓋 當時我也一直在反對 我說為什麼不用徵收 這跟預算法有問題 這有問題的 那如果說有一天 我們有錢可以徵收的話 那所有地上戶的話 他私人全部跟你算啊 這個多少錢啊 這個要怎麼處理 然後一直延續到現在 然後後來客委會 變一千萬也下去 一直做下去 我想那一塊 公園預定地 永遠沒有辦法徵收 那以後徵收的話 我看要加多少錢下去徵收 問題是出在這邊 但是 我們揚美街上的老百姓 很期盼啊 那一塊公園預定能夠徵收 能夠做整體的規劃 你知道那 早上多少人在那邊運動呢 但是依法是 確實有一點問題呢 那這要怎麼來處理 來 張妍 桂山公園 使用也不只二十年三十年了 這使用很久了 那 現在那個無從指望 這基石工業管理人 是未確定的狀態 你要找送車也不足 第三就是說 這個案 這個案要辦理頂修 或者是說用容積移轉 等等的方式喔 這個我們再來研究一下 有無可能 因為這案子要徵收大概二十億 十九億六千多萬 對要二十億 所以這不是說我們今天 三十年沒徵收的 我們一口答應一下說二十億把它發掉 這個也不是一個做事情的態度 不是我跟你講市長 其實市政府沒有錢 我不一定要叫你徵收 但是很多可以用容積轉移啊 還是用揚美 用四地重劃怎麼都可以 現在前桃園市裡面啊 你看重劃的很多地方 都可以四地重劃 政府不管公辦自辦 他們可以重劃 揚美唯一揚美沒有 你看那個 我們中立啊 後面體育園區 然後整個哪裡都在重劃 只有揚美通通沒有 貴山公園的產權取得問題喔 我想因為很複雜 我請都發局公務局跟地震局來研究一下 有無可能用容積移轉 或者其他方式來取得 那不過就現況來說 因為已經在使用了 那從揚美政公所市公所到現在市政府 包括客委會都有編列預算在維護這個公園 我想現況的哪要維護 我是未來啊 我是比較擔心 無從指望那個管理人已經 拜法院被判當審無效 他現在沒有投啊 沒有投他會再成立啊 成立完畢的時候 如果說遇到困難的話 所以說我認為啊 現在要好好去規劃 希望說我意思都發局喔 那其他人請坐啦 那都發局我們的理局長 你非常的專業 其實揚美唯一啊 真的要都計內的農地啊 很多荒廢在那邊 然後揚美所有外寬道啊 外寬道啊 到秀財路外寬道就沒有了 所以揚美的都市計畫 一定要好好去檢討一下 用市地重畫用公辦都沒有關係 那沒有錢 你可以把這個公園一定地編在裡面 編在裡面 你用市地重畫 你最早80公頃 100公頃整個揚美就改關了 這個揚美才有未來 你知道嗎 那你沒有錢好徵收土地 當時我一直在提議 希望說當時啊 縣政府揚美要提出規劃 那就是現在的提議員區也一樣 提議員區加上龜山公園 揚美都市計畫 例如早100公頃 重畫完畢的話 揚美就改關了 所以當時提議員區 採取徵收的方式喔 那是以前的決策 坦白講喔 如果當時能夠用區段徵收 市地重畫 當然是比較經濟的方法 不過呢 因為揚美都市計畫 他的那個開發率大概只有七成 那能否這樣子推動喔 因為這不是我們單一可以決定的 這個我都請提議員區來研究 當時內政部我有去請示過 如果當時啊 能夠綁揚美行政園區 包含體育園區 體育園區 加上龜山公園 整個100公頃的話 上面就會准理我們開發 而且揚美 這個所有道路規劃都完全錯誤耶 好 那個議員 因為上面常常變來變去啦 所以這個我們再來研究一個 不是變來變去 那最起碼我們要去做你知道嗎 遇到困難再去處理你知道嗎 你完全沒有做的話這個停留在那邊 就櫃山公園的產權有無可能取得 有無必要性如何取得等等 我們請都發局公務局跟地震局 專案研究一下 總是就算不去去亂徵收 或者不去徵收 我們也要一個把問題弄清楚 對 我的意思是這樣要把它弄清楚 好 謝謝 那你現在都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以後遇到問題的話什麼都完了 現況仍然要維護 現況仍然在建設中 這個方向不變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跟你市長 現在現況的維護 我絕對不反對你知道嗎 但是問題會不會發生 我們一定要注意這一點 好 我們稍微遇你一下可能方案 好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還有市長 我們揚美七公所重建的問題 我請市長要多費心一下 因為揚美七公所43年建到現在60幾年 那已經變成圍樓 那到底要就地重建 那就地重建要怎麼建的話 我希望一定要交代下去 看是民政局還是我們的七公所那邊來規劃 希望到底重建 就地重建 有幾個單位要在裡面 是不是我們的衛生局啊 地政局啊 護政啊 整個要建在一起 還是怎麼樣 一定要一個具體 否則啊 我是對市長啊 很肯定 你目前啊 真的這一年半來 我看你非常的認真 但是你的團隊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不能原地在那邊打轉 這個案子剛提出來而已 揚美七公所 揚美七公所 之前都說來說去 但是都沒有進度 是我最近請揚美七公所 請他們規劃就地改建方案 那麼是以就地改建方案為優先 主要原因是 因為市民的使用習慣 那第二點喔 揚美七公所是比較老舊 是全桃園最老舊的 但他不是圍樓 那第三點 如果要改建的話 一定要臨接到台一線 那裡面有 那旁邊有 國有財產局的土地 還有地上物 要協調 那合併規劃進來以後 那麼 因為基地也不是很大 所以要容納很多單位也不可能 所以我想 優先方案就是揚美區公所 放在那邊 那如果要加上別的行政單位 那個要另外討論 那目前喔 我請那個揚美區公所 就揚美區公所 就地改建的方案 還有在改建期間 要放在哪裡 辦公會比較 改建要三年到四年 那也要給市民 在這三四年的時間 可以有一個安心的 洽工的空間 這個都要全部想好 以後再決定 我是想說 速度要稍微儘快一下 等整個規劃 我們怎麼不能用衝的 這就是整個 國安局土地取得 要時間的 因為這個改建 已經在揚美 已經討論過很多年 以前討論過沒有進入評估 以前的討論我知道 都有講說要改建 簽到哪裡 但是沒有 現在我是請揚美區公所 進入實質的評估的實程 所以我們有 要做進行初步規劃 規劃完成後 才會送到我們民政局這邊來討論 請市長 關心 都關心這一件案件 這個是我們主導 不是關心 我們會主導這個案子把它完成 你要主導這個案件 稍微儘快一點 你像 上任一連半 揚美所編的預算 精華級啊 還有我們的管理級 編了六千多萬 當時我就質疑 今天不是說哪一個議員說 希望各級處編什麼預算 你要下去先評估這個 預算編下去 能不能執行 結果編了六千萬 有辦法執行嗎 不好意思 您提到的是三個市場 一個是第一市場 第二市場 大城市場 我去看過好幾次 它已經超過五十年到七十年 如果說已經是破破爛爛 如果說這裡補一塊 那當時為什麼要被議員要整修 現在 那天市場也指示 就是說這三個市場裡面 找一個比較適當的獨立 來蓋一個新的 其他兩個的話 我們可以找一個來蓋停車場 那這樣的話呢 既可以停車 然後這個市場又可以改建 市場很聰明 他說這個一定要整建 用整修的話 你花了四千萬整修 以後要怎麼建 整修不好 所以錢我不敢亂花 那我 不是亂花 所以你編了錢編下去 我現在把這個錢用來規劃 規劃新的市場 所以有在做 那管理局那兩千萬 秀財布道 秀財布道 對 我們變兩千萬 那已經開過 第一次已經開過一次協調會了 針對裡面 有部分土地使用還沒有完全同意的 我們會繼續協調 那其他的都已經同意了 那個預算一邊了 我就知道不可行 因為我們做過基層的名義代表 那土地取得確實有問題啊 你現在才打百分之三十 所以希望這一條錢 我私下有拜託市場說 是不是可以移到我們做步道 那邊看科目有沒有一樣 還怎麼樣 這樣子 那個第一第二市場跟大城市場 今年編列了四千萬的整修預算 那經過協調之後 確實不可行 那就是選一個市場改建 這個第一個案子 第二個案子 秀財里的單車專用到 如果土地使用同意書 真的蓋不出來 這個案子喔 案子保留 預算移撥到 我們重新研議 看能不能夠挪移到其他類似的工程 我想這樣子啦 因為我說把這計畫取消 可能也會很多人失望 那我們應該是說 土地使用同意書 比如說蓋到八成 我們這案子才能夠執行 你現在蓋不到三成 根本無法執行 那預算編了也用不到 能夠轉移到另外一個計畫變更 我們計畫保留 那另外一個案子 我們來使用 那至於說水務局這個 我傾向於說 水務局有預算 水務局自己做 因為他也要土地使用同意書 那如果說今年 今年還要取得土地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編在明年的預算當中 請水務局針對那個老坑溪 台一線到環東路 這個工程喔 的規劃 今年就進行規劃 這三個大家分開啦 好 曉曉旭市長 請坐 那個教育局高級長 當然這個案件不是你 現在少子化的情況之下 很多學校議令地都要解編 要解編 但是揚美有一個文高二 總共有文高二 在 不是你 你任內 然後要把它解編 解編的話 恢復保護區 他是都市計畫內的 都市計畫內的 反正恢復為保護區 那我想這個案件啊 我們李泄民局長也了解 已經陳情到你們那邊去了 是 希望 你們兩個集 要互相 你 政府可以蓋高中 然後 42年來 要跟人家解編 少子化 把人家土地解編完畢 解編你變為保護區 你們政府可以蓋高中 然後老百姓的土地給你佔用 變內為協校用地 42年 你現在好不容易解編的話 你跟人家變保護區 這個什麼叫轉型正義 這怎麼有正義 今天那個土地如果說我的的話 42年來 他期待我們政府跟他徵收 你沒有能力徵收 你把我恢復保護區 那不是說完蛋了 那針對這個案件啊 我想說老百姓啊 地主委一直在跟我們市府陳情 上一次的都市計畫委員 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把它變為保護區 一通二通三通都沒有問題 四通變為保護區 現在在內政部啊 那如果不去阻擋的話 你桃園的都市計畫委員都認定了 要變為保護區 他就變為保護區 那老百姓會出來抗爭呢 那雖然是 不是我們 你們這一屆所結議 但是 站在公平正義 轉型正義的話 我希望說 李憲民局長 還有我們的教育局長 就這個問題一定要提出 向我們內政部一承請一下 把它撥回來 重新檢討 我跟議員報告 這個的確我們已經 重新檢視過 也發覺這個部分了 其實處事上並不合理 那已經在跟 內政部的這個都委會 已經有做出陳述了 至少我們是希望能夠維持 原來的這個高中用地 那後續再做檢討 最好是維持高中用地 那有能力的話 就把它徵收完畢 那個地方 其實 在所有學校 緊營在那邊 瑞唐國小 陽光中小節 瑞品國中 通通在那邊 然後在上面一點 全部都工業區 整個都 都在工業區 只有那8公頃多 本來是文高二 文高二的那個 學校議定地 然後現在你要跟人家解編 把人家變為保護區 那人家怎麼會受得了 所以希望說 兩位兩級要幫忙 也請我們鄭市長幫忙一下 因為那邊很多人 老百姓在陳情 我專案來了解一下 那我們的那個文高用地的開發方式 如果說市政府沒有能力開發 那有無可能把它變成是地上權設定 讓這個私立的高中 或者是國中也可以進來 這個我請教一舉研究 這也是一個方向 那這個對我來講 這個如果你把一個文教用地 變更為保護區 對地主反而是損失 對對對 好 那謝謝我們的市長 那管理局的楊機長 上一次美局醫師的燈 有三個議員 那個燈籠放在哪裡 被找出來 那燈籠是怎麼會 三個議員會知道燈籠放在哪裡 這個我不清楚 不清楚喔 不清楚喔 那在哪裡找到你知道嗎 知道 在西門停車場 西門停車場 在竹長市 那 破系 怎麼 市政府裡面 東西放在哪裡 為什麼有三個議員知道 那我們進黨的議員沒有一個人知道 那原因是怎樣 你有沒有去檢討一下 這個我沒有刻意去檢討 但事實上在每一個小提燈 都有它的用途 都有規劃 交通局局長 你的西門停車場 倉庫在哪裡 我都不知道 那三個議員怎麼會知道 我不是很清楚議員為什麼會知道 這個問題我來說一下好了 那個 小提燈我們做五十八萬盞 那當然後面留了幾千盞 發給志工 所以有放在很多庫房 那有放清潔隊 有放交通局的庫房 那這個庫房 其實是有使用的 西門停車場這個庫房 是放交通錐 那是一個 一個半馬拉松的活動 去那邊拿交通錐的時候發現的 那 發現說那邊有一些小提燈 這緣起就是這樣子 那重點不在於發現 重點在於這個是有用途的 它是有用的物資才放在庫房裡面 那所以 那是辦馬拉松的活動 某一個 某一個團體 那是用酒還是用唱還是用頭的 酒也要說 但是這個部分我想過去就過去了 那也整個案子我們已經釐清了 那基於這個 我想是這樣子 議員的出發點是要監督 那這個問政的手段 當然是我們希望說能夠 他的目的是要監督 那但是裡面有些誤解 他誤以為說 這有提燈不發 把它扣起來 這個是誤解 或者說 提燈滿街都是 滿地都是 這個也是誤解 事實上 大部分在那個燈會期間都發完了 那我不希望說這個誤解造成 對整個市府形象的傷害 我想把問題澄清就好 其實這個問題過去就過去了 我也認為說 議員會知道其實問題不是 問題是在我們市政府裡面 是不是很多那個尿杯啊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我跟所有民進黨議員在開會 我們說我們為什麼都不知道 那為什麼國營黨的少市議員 那個比較 比較會罵的人都會知道 那表示說我們的管理啊 各級處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政務官啊 跟那些事務官跟承辦 也完全都不一樣 尤其喔 你們現在當局長啊 表面上他都很尊重 其實下面呢 有很多部分 他是偷偷的洩漏機密 這個要檢討什麼 檢討我們至於市政府的內部 也不應該去檢討議員 今天如果當議員 有人跟我檢舉說 那邊有東西的話 我會去看 只是那三個議員 比較笨一點 自己去搬 搬得很高興 那個好像拖你知道嗎 然後我相信這樣也 市長大得大量 因為你也當過議員 我想那三個議員不是故意 最主要是我們市政府裡面 很多事務官啊 到底在搞什麼 當局長也要特別去了解一下 不能什麼事情都往外面送 台灣會亂成這樣啊 從桃園就看得出來 你知道嗎 選舉選輸的就在那邊捅 捅到最後啊 等於都麻煩 所以我希望說各局處啊 稍微注意一下 而且我們的政風啊 各方面整合要去了解一下 不能動不動把一些資料丟給 丟給媒體丟給什麼 然後造成大亂 這要防止你知道嗎 所以希望市長啊 你做得那麼認真 我也希望說 內部的管理要稍微用心一點 好 謝謝議員提醒 我們不要給人家 逮到麻煩的事情 有時候沒事會弄到 好像很多事情一樣 所以我特別關心一下 然後三位請坐 我們客家師傅姐的講集長 聽說你最近要辦一個龍舟競賽嘛 對不對 是 場面辦得很大吧 他是客庄十二大節慶 已經有102年的歷史 就是龍潭的那個鼻塘龍舟賽 那一個每一個區都要派幾隊 原則上希望各區可以派五隊 那派五隊經費怎麼來 目前的話 客家局有編列的各區是補助二十萬 每一區補助二十萬 那如果說這二十萬個區公所如果覺得經費不夠的話 可以自行調配各公所的體育用費 辦活動是好事情 但是有時候像這種經費要編組 要編組你知道嗎 你不要讓七公所又付 你五隊現在調到八萬 八萬就變 一個七公所要付二十萬 那龍舟競賽 場面辦要辦大 那不是說剩下一個多月 然後請各七公所派五隊 派五隊也沒有信念的地方 你像我們大員啦 觀音啦 新屋啦 楊梅啦 很多地方要訓練的時候要去哪裡訓練 抱一座其實 你總不能叫那個沿海一帶的到海邊去訓練 然後滑一滑滑到對岸去被抓去很麻煩你知道嗎 抱一座其實現在開始就可以到龍潭大池去登記練習的時間 各隊都可以報名去登記 然後第一名都要選 第一名就是每一組的那個獎金不一樣 他有分好幾個組別 我是認為說辦這種活動 那個經費一次要編組你知道嗎 然後鼓勵喔 鼓勵啊提早做訓練 你還沒有比賽我也知道龍潭會難 都龍潭拿去 因為他們地緣的關係水池又在那邊 那我們揚美想要在哪裡練習 在老空溪又沒有水又滑不動 抱一座其實其他各區也有很多踴躍參與的 他們有的公所有的隊伍 其實他們會利用一些社區的游泳池練習 我想這是也是一個值得推廣的一個體育競賽活動 但是時間上就比較緊湊一點 我意思要辦活動把這個消息要先出去 因為一個龍潭競賽到時候我們去看的時候 那比賽起來啊 要試金力敵才好看你知道嗎 不要我們揚美派去了齁 還沒有滑 還有人滑前面滑後面你知道嗎 等一下就跑到頂點 我們還在原地在那邊滑你知道嗎 因為缺法訓練 因為龍潭競賽就是要每一隊喔 在比賽只要有競賽的話 那都有競賽規則 而且看起來每一個哇那個完全不一樣 我意思不是反對你辦這個活動你知道嗎 要提早提早跟你講 今年要辦七年就要講 然後半年來就給他們信念 然後那一種場面看起來會比較好看一點 我的意思是這樣你知道嗎 我並不是反對你 那經費的補助啊 一隊啊四萬塊也真的太少 那七公所要自己付也沒有關係 那以後辦這個活動 經費又一次編組 然後提早做信念 這我來說明一下齁 那個龍潭一隊八萬塊 然後客家局補助區公所是一個區公所二十萬 五隊所以一隊是四萬 那我們有請各區公所齁 從他的體育或者是他的其他支出齁 再加四萬 所以每一隊齁都是到八萬 全市都一樣 那龍潭是全區參加 每一隊都參加 各區只有五隊 我跟你講這個基本是這樣子 到龍潭大持去訓練也OK 沒問題 那最後得獎的不一定是我們桃園 因為外縣市也會來比 上次就新北市的得獎 有外縣市的嗎 有 我們開放外縣市來比 這是全國性的活動 這個活動齁 我們在地的參與大概比較多 但是也有其他縣市來 所以我們希望說齁 不是只有龍潭區參加 其他的十二個區也能夠參加 其實一個區五隊而已 我知道 就是時間上比較緊湊 因為我是揚媒體育會的理事長 要叫我們派一隊 一隊八萬塊錢 八萬我想要拿冠軍 結果場地的訓練 然後時間太短了 所以我會不太舒服 你知道嗎 因為我最討厭 因為還沒有比賽就先輸掉 你知道嗎 好啦 那個請坐一下 謝謝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拱集長 那個前一陣子啊 我有帶景光柯柯長 還有去埔心公園 埔心有兩個公園 還有一個宮九公園 然後柏柯公園有沒有 因為我到新北市看那個 柏柯天幕增設那個的話 非常的漂亮 因為一個公園空曠曠 然後後來不曉得這個經費 今年有沒有辦法編 謝謝一座關心 我想這個里民的需求也有 那我們目前今年會去做規劃設計 那這個施作的部分呢 我們會在明後年依序 依經費的狀況來去施作 那我們今年會能夠能規劃的 能夠妥善規劃先規劃 然後把日間跟夜間的狀況 還有當地居民的需求 沒有 能夠規劃幾個啦 三個會一起規劃 那規劃哪時候要做 預計是明年跟後年 是我們經費的狀況 我們整體考驗 明年最少先做兩個 不要說明年後年 因為時間上不允許你知道嗎 是 不好意思 像最重要我們今年要先規劃 我知道規劃 對 今年沒有辦法編預算嗎 呃 今年我們已經 今年已經把它 那就是把 因為規劃設計也是預算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今年已經有先編 一部分的錢來去處理這部分了 因為設計規劃它也是我們的工程經費的一部分 我是想那個設計規劃它很簡單 你這個 你這個 規劃順便經費編下去 明年最起碼 那個 補薪啊 富剛兩座會先做兩處起來 那你今年要設計 明年再來編預算 後年再做 那時間有那麼多啊 你知道明年後年的話 又要選幾年知道嗎 我 不好意思說我們在年底前施做完成 然後今年年中 在市政整體的預算考量下 這個編列預算一旦通過之後 我們會立刻啟動 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就會完成 因為重點是有規劃 規劃變成說明年 他的問題是希望進度啦 那因為你一次提報三個地區 專案討論 讓楊梅可以喔 今年就施做至少一個地區的那個 天目球場先做嘛 那或者天目的那個設施先做 那我們來跟楊梅這邊商量 一次三個都做完 也許預算有限 那今年可以挪多少預算 那也許可以先做一個 明年做第二個第三個也可以啦 對啦 我意思是這樣 要說整個保留聽不懂 是 還是我們市長打開得好 那最起碼要做兩座 是 明年要開始做 明年底要完成兩座 然後第三座後年都沒有關係 陸陸續續來 我不是叫你一次要做三座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還有一個問題齁 你最近我們在陸品專案對不對 是 陸品專案啊 那15米道路都有加封 對不對 是 那最近的包商我看起來好像 那個天龍果還怎麼樣 揚梅大城路啊 是 加封 從晚上七八點就把它 所有道路都封掉 是 你封掉你沒有跟七公首跟那個里長去廣播有沒有 結果很多商家有沒有 主面啊 叫很多面啊 結果你把它轟掉的話 那天晚上啊 他都沒有生意好做 然後變成很多人打電話來 後來我去罵七長 我說你現在施坐馬路怎麼整條馬路轟掉 前一陣子 陽心路整條封掉 我開車啊 很多外來的 叫他繞道 你知道嗎 那以前 道路的加封都有一半齁 封一半先坐一半 然後人家交通指揮還有一半可以通行 那現在是無政府狀態 一次整個路人轟轟掉 不好意思 這個我想我們第一個溝通說明 還有這個方向 這個施工方法要去檢討 但是我先跟你報告一下 因為那個期間喔 下雨太多 那會把時間拖長 我們其實是包商他是希望說 比較快的時間做完 才會封的比較大便利 甚至有白天施坐 甚至有禮拜天施坐的情況 這個部分呢 我們想日後會去檢討說 即使你有下雨 你要加速你的施坐騎乘 白天要去坐的話 你要去跟當地的這個里長 跟這個里民溝通 還有最重要的是 你交通前後的這個疏導 集長 大家都內行人 今天如果整條馬路封掉 我輸坐起來很簡單又很舒服 又可以少掉很多 你如果封一半 還有很多人工在那邊交通指揮 你知道嗎 你不要聽那廠商在隨便亂扯 你知道嗎 那整條路封起來 我剛好封起來很舒服 跟下雨那個都完全沒有關係 你既然敢標這個工程的話 你怎麼施坐以前都不是這樣 以前都封一半 然後有人很多人在那邊指揮交通 那人力各方面要付出很多 那個包商絕對有問題 你知道嗎 然後整個陽性路 一開始整條馬路封光光 怎麼可以這樣 這個我來說一下 也請公務局督導 我們現在主幹道的路坪計畫 事實上是半半施工 就是一邊施工 一邊開放通車 那施工期間有動員預交 預交的那個費用是由包商出 那費用不高 那剛剛講說陽性路 全段封路來做的方法 是否跟我們原來的規範不同 我想請公務局督導一下 即使是區公所發包的 仍然如果是主幹道的話 仍然要請他採取一半 單向施工的方式 這樣對居民生活的影響會比較小 我們路坪是要提高品質 是要給居民方便 結果你路坪反而造成他不變 那我覺得這不是我們的目的 一半的施工方式應該是比較好的 對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造成明驗 我們自己都這樣要求 那你說區公所的主幹道仍然要這樣要求 那你說你整個大城路要封的話 我並不反對 但最起碼你要先請區公所 跟里長配合先廣播 那個大城路是區公所負責嗎 不是啦 那個就是我們 路坪的 那是大城路 那這樣子喔 路坪計畫要符合我們一致性的規範 像陽新路大城路都是主幹道 那我想喔 那個一半施工的方法 我看那個應該是看大城路很小 就乾脆直接把他封起來施工 這個對居民想太大 你分一半喔 能分就把它分開來 這個公期只多一兩天而已 那 所以 我們路坪專案做得很好 但是不要造成很多民怨 是 謝謝 不會啦 其實我們這個方法就是要減少民怨 是我們自己在某些個案上沒有落實 那如果是我們自己負責的 請公務局養工處看一下 那是什麼原因原來為什麼採取封路 那如果能夠採取這個單項施工 仍然以單項施工為優先 盡量要單項施工會比較好 不要不會造成民怨 好不好 那希望說 以後啊 我們養工處在鋪設這個15米道路的話 不要造 因為工手很多在鋪馬路 都是一半一半在鋪啊 那為什麼市政府發包出去了 這個15米道路要整個來封 這個一定要檢討 不要造成很多民怨 我接電話接到很多通一直罵你知道嗎 但是還好啦 我就安撫他 因為我說這要盡快 反正一天沒有賣 沒有關係 你事先跟他廣播 他很高興 搞不好他不用盡後 他休息一天很高興 那一下鋪好 但是作為這個雖然是小事情 那我希望以後要特別注意一下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麼 我們前兩位議員充分質詢發言完畢 我們中場休息 20分鐘休息 隨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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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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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通知啦 我想這個還是對於 民眾是比較方便的 那因為民眾如果主動改的話 一定是來不及改到那麼多 那我想請那個民政局 嚴厲一個門牌枕邊後的通知作業的方式 好 謝謝 那請再來公務局長 那現在在這間所看到的 大延都市計畫鏈 它有很多條的這個道路 像新生北路十一項 這個你也去看過了 鵝鵝公園 鵝鵝公園呢 它現在已經試射完成了 試射完成了 在這個它的這個像子當中 它還有一部分呢 還有一部分呢它被占用到 另外呢這個沒有打通 就需要打通的 現在你等於說鵝鵝公園你現在建置完成 而且你在這個新生北路這個十一項 你們也去會看過啦 本身你也去看過 那邊不是我們從新生北路面臨的左側 還是被占用到 那很多的徵收沒有完成 那造成來講鵝鵝公園整個這個整個道路很難出入 很難出入 這一條巷子裡面 這邊有一戶贊助 你這什麼摩托車可以過 那這樣從這邊進來以後 你的這個都市區沒有打通 沒有打通 那在這鄉親一直在反應 你鵝鵝公園都已經建置完成了 那對外的聯絡道路 什麼時候可以去打通 我希望說你們切彻彻底底的去了解 趕快把這個道路來做打通出來 讓我們鵝鵝公園大家百姓出入更方便 更方便 接著呢 在那個鵝鵝公園 鵝鵝公園呢 那你在這個鄉道上 鵝鵝公園呢 現在已經在正在施工 那在施工 在這兩個道路 現在整個都沒有打通 你看下一站 鵝鵝公園呢 現在建置完成了 正在施工喔 正在施工的時候 他這個旁邊 旁邊都有四米道路呢 是那個四人產權 那四人產權呢 那在整個公園旁邊 他那是八米道路 八米現在目前是因為有房子 他只有四米 另外四米在公園旁邊 那兒公 這個我們的這個公園旁邊呢 那是私人土地 好私人土地 會造成一個結果 現在你公園開闢了 公園開闢了 但是在公園旁邊 公園旁邊呢 那都是私人土地 你沒有辦法開通 還有在我們台積對面 台積我們市長也了解 台積對面呢 那一條就是 整個和平西路的這個通過來 那通過來呢 那整個巷子裡面 就是因為沒有打通 沒有打通 造成一個交通一個瓶頸 我希望說 你們會後 趕快的去了解 幫整個大園都市計畫內的 這些未打通的這個土地呢 趕快來去打通 謝謝一座 我想我們會盡速 再去了解他的困難度 然後把這實際的進度跟情況 我們再來跟一座報告 那這些瓶頸路段 我想我們有關產權的部分 這個我們會整體來考量 來去做整個打通的開闢的行程的 這個推動 那會把實際的情況來跟這個 當地的居民跟一座來做說明 圖怎麼會這樣 圖怎麼都會用編導的呢 你圖要給他掉出來 掉正的過來啊 對你圖給他掉正過來給我 還有我們大英國中簽建 大英國中的這個簽建 現在簽建將來在107 這個二月份的時候要簽校 簽校完成了以後 簽校完成以後呢 我們所有的 像目前 我們殲山遺址文化 殲山遺址文化館 現在要搬回來 你沒有地方可以去 那是不是呢 規劃為我們大英國中 來做一個殲山遺址文化館 包括航空城徵收以後 所有的這個大英地方的一個 史料這個文物館 在整個那個大英國中來活化利用 還有我們稅務局 可以成立一個大英的一個服務所 一個服務所 另外呢 分級在未找到適當地點 未找到適當地點的時候呢 要如果來做一個先個處理 那是不是呢 在大英國中 一樣可以來做一個安置使用 安排使用 活化我們當這個整個 讓大英國中呢 也能繼續成為我們的體育中心 共同來這個規劃使用 我來說明一下 那麼新的大英國中 已經在客運園區來興建 那預算也是七億多 那我們希望一百零七年的 這個上學期能夠招生 那麼在那個 原來的舊大英國中的限職喔 它其實 它其實是在噪音區 但是它不需要拆 那比較適合的發展用途當然是 如同議員所建立的 那麼我們地方文化館的系列 大園文化館應該是可以考慮成立 因為現在航空城範圍內 仍然有很多出土的一些文物 包括您講的尖山文化的遺址 那這個適合要保存 目前我印象中是保存在 橫豐的那個社區活動中心 那我想將來的大園國中 那應該可以發展成為一個大園的文化館 那其他的用途我們再來規劃 市長 本來文化體是考慮到說 那個大園的這個 航空社區活動中心 那是暫時放在那邊 對而且現在的評估 還要再發揮非常多的經費 要做一個補強 還要再做一個補照動作 那個大園國中的原子 仍然是可以利用的 只是說它是剛好在航到底下 不適合作為學校 那我想這個大園國中既然沒有拆掉 那我們應該還是要規劃一個適當的用途 我們希望說大園國中能好好來做活化利用 不要浪費這個 不過這個部分因為這個 跟交通部要協商 這個我們協商好後再確定方向 當然這要請市長去努力 另外那個大園分局 大園分局它是劃在老街西的那個自理線的 好像有一部分 但是現況仍然可以使用 那我想在沒有更恰當的方案以前 我們仍然現況使用 那如果有更好的方案 不管是在客運園區 或在航空城計畫 等整個後面的規劃案完整形成後再來討論 另外這一則我們的整個市長你也提到了 要好好的規劃從老街西新街西 從中壢到整個高鐵到大園 要整個連貫的做一個河岸的整治 河岸整治包括我們的休閒步道自行車步道 那目前所看到的高鐵的這段整理非常的漂亮 當然在大園的這一段整個很需要趕快來做打通 但是有的是在我們的航空城開發的範圍之內 但是有的呢並沒有在航空城開發範圍之內 所以說不能等到說我航空城開發我才來再做 那沒有航空城開發的那等於是不錯囉 是不是這樣 所以說我們需要說整條的治理要趕快做出規劃出來 讓一致性的 我們在整理河道來做整治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呢 城鄉差距太大 城鄉差距太大 這一點呢還是請市長呢 你趕快往我們水護局這邊 積極的來做努力 好那個老街市大園的市區段喔 確實是需要來整理 需要來活化 那也需要把河岸景觀做個改造 那當然以前喔 以前大園市區段應該是沒有做 我想這事情請那個水護局好好來規劃一下 到底大園市區段該怎麼做會比較好 還有我們從大園的新年橋 新年橋下游喔 下游左側已經有施工一段喔 完成一段 那右側呢 右側繼續來打通 如果打通了以後 照成來講 從整個新年橋到我們大園分級這邊喔 在公所這邊過來 整個環狀一個環狀的一個自行車步道 還有我們的所有的這個我們休閒步道出來 所以這一段呢 在又順水的右側 這邊也希望呢 我們機長揮霍你積極的去協調努力 因為兩邊一個是大園里的里長 一個是田心里的里長 他們都希望非常積極的趕快來做打通 這段請機長你加把勁 來積極的去努力去瞭解 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會一旦把這個土地取得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施做這個步道 可以做成一個環狀的一個 因為那邊的土地呢 需要你去了解以後 要如何來協助來取得 不是等到 當然它並不是航空城 它是在大園都市計畫內 大園都市計畫內並沒有在航空城 所以你要這裡會後你自己要去了解 然後要怎麼來做規劃好不好 是 好那接著我們公務局局長 我們現在大園的這個整個推動 我們這個整個形象上千 是 那在這個上千當中 我們的兩座橋 一個是大園橋 一個是中正橋 是 那是不是建立你 整個珍齊 這兩個橋的橋面呢 這個整個護欄上面呢 來做一個造景橋 包括加強燈光 整個來施設 做一個造景 珍齊在一個大園的地方 做一個整個地標出來 謝謝議長 我想我們會去現場了解喔 然後 找出大園需要的這個地景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日間的這個 夜間 日夜間的這個景觀呢 特別是夜間的景觀 讓大家知道說 來到大園這邊 這些路橋 讓大家知道說 有在地的客設顯現出來 但是呢 會 不是增加太多的設施去 去不一為 或者是把它 好這時候點出來爭執喔 希望你 你局長你要去了解 是 來幫忙來爭執 有機會困難 我們市長來協助 是 好不好 那在我們大園科研連區 大園科研連區的這個污水處理廠 從這個 他在 整個 民國95年 整個都完成到現在 到現在呢 現在 擺在擺爛 沒有人要去管 沒有人要處理 那個民郎級呢 也行文 給我們各單位 也給我們 這個地震級 公務級 水務級 環保級 整個協商 超過五十次 超過五十次呢 到最後大家 所有都是都有兩個字 協商 沒有一個單位呢 要去提出 要如何來解決 這個問題呢 可能就市長 你要責成一個單位 這整個單位呢 不要把一個建制呢 這個 這個當時規劃 科研連區 是容納三十三萬人的一個城市 那個現在目前呢 已經 有很多的一個單位都進駐在裡面 很多單位進駐在裡面呢 那地水 那個在施工過程當中 污水下水道 都已經有施設埋設了 現在埋設就沒辦法去納入 沒辦法來做運轉處理 那到底現在 那個民航局也跟我們各單位 都有在協商 都有在討論 但是超過 開會超過五十次 許議員 讓我們站在地方立場 來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民航局開發客運園區 公設未點交 在張建榮當鄉長的時候 就觸交了 一直到呂水田擔任鄉長 仍然不願意接收 那所以公設被破壞掉 我們新市府上任後 願意幫忙解決問題 所以跟他們進行協商 像民航局對這污水處理廠 他的營運能力還不足 所以他的經費 如果沒有移撥的話 這污水處理廠 他即時可以容納三萬個人 但實際上 目前客運園區的開發率 只有一成 好那這一點呢 還是希望你責成一個單位來做處理 這個主責是我們水務局 那我想水務局在這個 這個污水處理廠接不接收 仍然要從財務面來協商 因為現在開發率只有一成 好謝謝 另外呢 為我們國人健康 及食安食品安全的把關 我們國人也是來反對 禁止含瘦肉精的這個豬肉 這食品來進口 要做好沿頭的管控食安為重 讓民眾呢 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當然這也是我們市民的一個期待 我們也希望呢 我們的中央也好 我們地方也好 通通共同的為我們這個食安來法官 這一點呢 希望我們市政府能積極的做到 好謝謝謝謝 好那時間暫停喔 好那麼我們許議員還有剩下四分四十二秒 要給楊財委議員 因為我借葉明月的時間要還給他們 好謝謝請坐 時間現在暫停 那等下一位是蘇翠玲議員 他的總職員時間四十分 那四十分是由楊財委議員 蘇翠玲議員 梁維超議員 葉明月議員 四月一年共用現在目前有四十四分四十二秒 好那麼請開始謝謝 好謝謝副議長 市長 我想剛剛我們許議員特別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非常關心我們食品安全的問題 現在不管是美牛美豬 大家都一直一直在吵這個問題 那實際上從二零一二年開始 我想民進黨一貫的發言 都是都是持非常多的 都是持反對的立場 那這個問題也突然出什麼問題 突然出我們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那食安條例的部分 在衛福部現在目前已經有訂定了 那我們現在堅持要求什麼零檢出 要求做這些動作 實際上是怕未來啊 民進黨在立法院多數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修改了一些政策以後 而迫使我們的民眾啊 對他的食安啊大打折扣 所以說我們一直要求說 在中央訂定相關的法規的同時啊 我們地方也要有我們的自治條例啊 那目前啊 只有台北高雄彰化三個縣市啊 有所謂的食品安全的自治條例 那我們桃園市都還在寧令當中 那未來啊我們今天跟你討論的 是希望說能夠從各個面向 能夠加入更多的機制啊 譬如說有跨局處的 不光是衛生局啊 有農業局的 有環保的 有金發局的等等 很多局處的啊 我希望能夠做一個完整的配套 好的一個所謂的自治條例啊 能夠來照顧到我們的民眾的食品安全 來替我們桃園市民的食品安全衛生來把關 你的看法呢 好謝謝曹委議員 那個食品安全是 國人都非常重視 那也因為食安風暴讓市民失去信心 所以我想桃園市也有必要 制定食品安全的自治條例 那第二點喔 我們的這個黑心食品的這個匯報 我也有參加過 那麼這是跨局處的匯報 那第三點 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食安的問題 其實是 不是只有美牛美豬的問題 其實是很廣泛的問題 那我想 我想不是只有討論美牛美豬 我想目前啊 目前是這樣子喔 我們桃園市只有所謂的食品添加物的管理自治條例 但是我剛剛特別提到 現在全國啊 只有高雄台北彰化 有所謂的食品安全的自治條例 對 那我們現在在寧令當中啊 那我希望說未來 包括衛生局各跨局處的部分啊 能夠更完整的一個配套 即是能夠來建立所謂的自治條例 我們其實喔 去年喔 食安基金五千萬 食安大隊成立喔 也獲得喔 那個食藥署的評比 那才獲得行政院表揚得到三千五百萬 那我們原來舊的憲政五時代的那個條例喔 它是只有管食品添加物 沒有管到瘦肉精 所以我們新的自治條例 也會把這一段把它加進來 好的 我想啊 市長 其實剛剛提到喔 在目前喔 我們的食品衛生 食品安全衛生法 管理法裡頭 其實它定得很清楚 第一個就是針對在第五條的地方 第十五條的地方 它針對這個瘦肉精 萊克多巴胺 其實它的規定是零檢出 那今天我們站在這個地方 其實之前也有很多議員提到 我們很擔心一件事情 蔡英文政府 它會不會因為受到美國的壓力 所以呢 就來同意開放這個 還有這個瘦肉精 萊克多巴胺的這個豬肉 進入到台灣 當然這個目前還是一個疑問 我們擔心 那這個 目前以這個準 這個農 這個農業局的 不是農委會的這個主委啊 他在日前在媒體上提到的 沒有理由擋不下來 如果真是這樣 這個 以十個PPM的這樣的一個瘦肉精的 豬肉進入到台灣之後 又以台灣民眾使用這個豬肉的這個量 來看 我們是全世界使用量最大的 而且又使用到它的內臟 那麼對我們國人的這個 生命安全健康 是一個非常大的優 所以今天我們站在這裡 當然 除了美豬帶給大家的一個衝擊 所以我們希望 如果萬一有一天 這個蔡英文政府 他在立法院裡頭 擋不住美國的壓力 他把食品衛生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把它修了 修掉可以容許檢出十個PPM的話 我們地方能做什麼 我想在這裡請問市長 如果真有這麼一天 如果立法院修法 把這個零檢出 改成十個PPM的時候 我們桃園市政府的立場是什麼 其實這個問題現在沒有發生 也不要預設立場 其實我們目前的 但是我們要未雨籌謀啊 我們目前的台灣的法律 就是不行進口 這是個事實 所以 第二個 貿易談判沒有 沒有議員想的那麼簡單 我當過新聞局長 我很了解 貿易談判 對本地的產業 外交國際政治經濟 他是融合在一起 要一起討論的一個案子 都會保護本國的產業 養豬產業在台灣 那麼一樣會受到優先保護 市長 市長我只請教你 您的態度會是什麼 如果真有那麼一天 我說 預設性的問題 你不回答嗎 進出口的問題 不是我們地方政府可以決定 但我對這問題有我的看法 我認為 那我現在請教你的就是 台北市高雄彰化 他們都訂了這個自治條例 我要訂啊 他們訂了這個自治條例之後 他們要在這裡面加上一條 就是如果今天中央開放有含 瘦肉精十個PPM的豬肉 進來台灣的時候 但是他也不可以進到台北市 也不可以進到高雄市 也不可以進到彰化市 如果是這樣 彰化縣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立法不會這樣立啦 比如說我們的自治條例 那麼跟中央法律也會有一致性 目前中央法律就是禁止使用瘦肉精 所以這個問題已經不存在 我們跟中央法律一致就可以了 市長 那您的意思是要跟中央法律一致囉 所以如果今天立法院 如果修訂成為十個PPM的時候呢 您的態度呢 你現在講說立法院修訂成十個PPM沒有發生啊 又沒有人提案 我們總是要未雨綢矛啊 不然我們幹嘛要成立防災署 如果修成二十個PPM呢 如果修成三十個PPM呢 如果修成三十個PPM呢 那就是林檢出您的態度呢 你不必設計一個劇本 好 我跟你講 市長 立法 目前齁 目前 目前就沒有這個討論啊 這是我的質詢時間 我要強調的就是 如果照你所說的 假設性的問題都不回答 那我們幹嘛成立防災署 我們幹嘛要預防犯罪 我們幹嘛要預防災害 我們都要未雨綢繆啊 今天美豬這個議題 在坊間大家這個這個人心惶惶 然後傳聞沸沸揚揚 站在我們一個監督市政的立場上 我們當然要知道 桃園市政府的態度究竟是什麼 那今天我主要來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我已經在這裡講很多次了 我在這裡 那我要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當然美豬是其中的一項 因為食品安全 豬肉只是這麼多環節當中的其中一個 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是 我們怎麼樣能夠讓我們桃園市的市民 在食品安全這個地方 在身體健康這個部分 政府能夠發揮更積極的一個面向 來做這件事情 那剛剛講 中央已經有了一個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可是在桃園市 我們只有一個食品添加物的一個自治條例 那麼食品添加物 其實它只是整個大環節裡頭的一小項而已 那麼所以我們認為 今天我們桃園市政府 應該盡速的來修訂 桃園市的食品安全衛生自治條例 我們要有這樣的一個自治條例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楊議員也提到 他其實跨了非常多的局處 然後呢我們也看到 其實現在以我們這個衛生局 他們的積核人力 補足了24個以後 現在全桃園市只有50個積核人員 50個積核人員要針對所有上市 在市面上銷售的所有的東西來做積核 那麼他們只能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事後的抽減而已 那麼在事後的抽減 其實我們很多老百姓就說 那有什麼有什麼幫助 無盡於事 因為如果它是不好的東西 通通都吃到肚子裡 那我們更看到前陣子 這個廢油的問題 這個這個用動物用油 精煉成為人類的食用油 這個問題我們也沒看到 政府有一個更積極的 從那件事發生之後 也沒有一個更積極的一個面向來探討 那麼所以今天我們就希望能夠跟 這個市長跟我們各局處 我們希望能夠加強補救 我們目前在事前積核 事後抽減的這個部分 我們能夠編織出一個防護網 來防護我們所有桃園市民的一個身體安全 健康 那麼今天我們 當然我們會提到一些 目前在市面上 目前正在發生的一個現況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就請這個 好我在後面 因為那個麥克風壞掉 好 那個主席我們市長 我想食安的部分 牽扯非常的廣滑 市長你看到我很開心 我想 剛剛講的確實是我們共同的方向 不管是事前的積核 不管市面流通的積查 不管是我們自治條例的完善化 或者是我們結合專家做訴訟跟諮詢 我們都有做 其實我們桃園市是走在中央的前面 我們去年開始就展開新的制度 所以食藥署才給我們比較大的肯定 好我想食安牽扯非常的廣 不管是美豬也好 美牛也好 或者是包含一些各項的食材也好 大家都是關注的 這已經不是你我關注的 也不是我們桃園市政府 是我們全國這個地方中央 大家一起都要來關注的一個問題 我想食安的部分 剛才說過了 牽扯非常的廣闊 市長你請坐 我要請問一下那個 我想包含 我不知道這個現在 現在的生活 都是網路世界 尤其是網購 非常非常的夯 有什麼團購 什麼布丁 什麼蛋糕 團購什麼食品 可以說都是 這個目前是非常夯 但是這些 這些團購的這些 到底他們有沒有營業執照 那他們的食材來源又是 又是哪裡 食材的來源 還有他們製造的環境又是怎麼樣 那我們這邊是哪個單位 可以知道他們的製造的這個 製造的這個環境 還有他們的食材的來源 那如何來規範 如何來管控 你如何知道 他們做出來的東西 當然做出來的東西 在網購賣出去 可能包裝的漂漂亮 可能也是口感非常的好 但是關於這些這個 這個環境的製造 還有那個食材的來源 其他的安全性 那有什麼 有什麼樣的一個規範 有什麼樣的機制來管控 跟一桌報告 我們的那個 關於網購的食品 如果他們有那個 登記製造加工工廠的話 那我們全部都會去現場 再輔導 然後並且會做衛生的機查 可是有很多 你沒有發現嗎 有很多他可能根本 他根本都沒有登記 根本都沒有執照 他只是透過網路 去做他的行銷而已 那這方面你如何 有沒有什麼機制 來去了解去規範他們 你確定說 你確定說網路上 所有販賣的這些東西 都一定有營業製造嗎 還是他的生產的地方 都一定是有中央工廠 還是一般的廚房 如果那個他有登記工廠 製造工廠 或者是中央廚房 這個我們都會先去 機查而且去輔導 那至於那個網路上的 如果是他沒有做廠燈 或是個人的販賣的話 那我們也會 我們也會按照時期 做後市場的抽策 就是我們也會做一些 我們有編列一些預算 你怎麼去抽證 我們根據時節 我們也會有編列一些預算 那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這些東西 你怎麼知道哪些人販賣什麼東西 對 我們會隨機在那個 在網路上也會 也會做抽策的這個動作 也就是說在網路上說 看哪個東西比較夯 那就是去也參加一次 也就是用釣魚的方式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釣魚 不過那個 藝作剛才有提到一個 也是現在法令 如果他沒有做廠燈的話 我們只能根據民眾的陳情 或者是說我們在網路上 我們隨機的取樣 然後來做一下安全的監控 我想這個是不夠的 因為現在網路 網路團購的這個食品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那我們希望 當然今天是 今天特別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希望是說 不要能夠事先預防 不要亡羊補牢 不要當哪一天 這個團購食品 這個團購食品 吃出了問題了 才說該要怎麼做怎麼做 那都已經來不及了 那這個部分 那我是不是 我們這個局長這邊 包含這個 這個營業登記的部分 這邊是不是 那個局長這邊 你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謝謝易卓您的提點 您剛剛這個 您的諮詢 用市長的話說 非常非常有價值 我真的非常感謝 因為這電商現在發達 是遠遠超過我們能夠預測 遠遠超過我們能夠追上 所以現在除了網路警察之外 我們現在也希望能夠透過宣傳 讓老百姓知道去說 你利用這個網路去網購的時候 你這些電商 你要用什麼方式 你要用什麼方式 告訴消費者 你如何去選擇 你網購的團購的東西 如何去選擇你的東西 是不是你如何去宣傳 他要明確合法的來源 他就是說他有工廠登記的 那有很明顯的標示 那我們也有機查 去市面上去機查 其實沒有標示的 我們也得到很多的獎項 去說我們這方面做得很落實 但是還是不夠 我們還不但還去機查 還要在網路上面 我們也會跟衛生局 那局長我請問你 目前人 來局長我請問你 現在大家都很注重養生 尤其是這個月子餐 月子餐可以說是在網路 幾乎都是在網路上這個訂購的 是不是 那我們有多少個 那個合法的月子餐 有這個登記的 合法月子餐的話 對不起這個我可能要再詳細查一下 因為這個還蠻事務性的工作 所以你看像這一部分 這個是很重要 你看月子餐 這個現在月子餐 可以說是在網路上也是非常好 那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營業執照 到底有沒有登記 那他這還是一樣 食材的來源 有一些是有 但是他是不是在網路上的 都全部合法 我可以請我們的商業科 他去做這方面去做一個盤點 就是網路上面做一個盤點 但是他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我想為了食安 不敢花再多的時間 我們都要再所不行 都要努力去做 因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食安的部分 地方中央我們是一起來努力 沒有說這個是中央館 到我沒有館的 我想我常常在講 老百姓常常都是比較 有些資訊來源 這個法律常識 法律的這個常識知識 可能有些 有些不足的地方 那我們要負起這樣的一個責任 如何告訴他們 告訴這個所有的消費者 如何去選擇這個合法性的 如何去選擇安全性的這個食品 這些我們要替他做把關 替最嚴格的把關好不好 謝謝一座 月子餐的話 總共有十億家有登記 那我們平常的話 那個在月子中心還有在醫院 然後以及 如果他有些是送到家裡的 那個我們也會有做後市場的抽策 我跟你講有登記的 我們都有列管對不對 但是現在幾乎 幾乎包含剛才團購的 幾乎都是沒有登記的 都是不合法的 我們在意的是這個不合法的 你如何去杜絕如何去防範 這個防範中醫治療對不對 如何去防範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對不對 那合法的我們給他輔導 不合法的我們如何去 如何去防範他 那也輔導他成為合法的 這是我們要做的 最重要的是 要用什麼方式 來這個加強宣導 讓我們這個消費者有所認知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那個兩位上將議員 謝謝 那先就教一下我們市長 市長我想剛才你針對整個美豬 含有收入金進口的部分 你給予強烈的反對 我想給你肯定 但萬一未來在中央政府上任 新的政府上任之後 如果中央去修改這樣的法令 我希望你還是站在這樣的立場 去強烈跟我們的中央在做對抗 我想食安的問題非常的多 我想市政府之前也有成立個食安基金會 對不對 那市長大概說明一下 我們整個基金會運作的方式 跟未來如何去執行 整個食品源頭的管控 食品管理有分三層 自主管理跟驗證機構監督 還有我們外部機查 我們是三級都在管 那去年食安基金有五千萬 我們用來做一些輔導 包括這個檢舉獎金 那去年食安的訴訟案件 也大概有六件 那我們也編列訴訟經費給他們 能夠讓消費者的權益獲得保護 那現在重點是說 剛才兩位議員的質詢是希望說 原本舊縣政府只有食品添加物的管理 我們希望把它提升到食安的自治條例 那也不要只有處理少部分的問題 能夠讓比較廣泛的問題可以處理 那這一點其實我很贊成 那我們也在研議中 會最短時間內把食安自治條例完成 那第二點就是 我們的打擊黑心食品的會議是我自己開 那跟食安諮詢委員會 仍然需要由專家一起來開 我們桃園食品廠很多 我也希望正向來說 我們去年機查是十倍 但是呢 我們機查十倍以後呢 其實很多食品廠很願意配合 目前違規率已經大幅下降 所以因為這樣關係 我們才拿到三千五百萬的獎金 剛拿到 那是特優 所以我希望說 將來我們也可以 優質的食品廠辦食品博覽會 那至於說 機查的方式跟方向 我剛剛議員也在提到說 是不是只能有事後機查 不是 在生產端就可以機查 生產的流程就可以機查 但是我想對國人來說 對市民來說 價值商是安全最重要 確保價值商沒有違規沒有預期 這個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好市長謝謝 我想我們桃園市 食品廠非常的多 將近兩萬家 那食品大部分 食品廠沒有兩萬家 是包括像餐廳 販售點加起來兩萬家 加起來兩萬的廠商 那我講 食品管控一直以來 最容易出現的問題 在於整個源頭的管控 對 我講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有五千萬的食安基金 那這個基金跟目前的人力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 在源頭管控的部分 做好最強制的驗證 我跟議員說明兩部分 第一部分 是屬於我們自己的食品工廠的 包括食材 包括添加物的管理 那這一點我們已經很規範化 很制度化在機查 另外一段就是 機場的部分委託我們 可是食藥署原來是先放行再機查 食藥署的政策 造成很容易掉包 所以我們現在採取輪調制 而且我們要求 一定的抽檢制度 可能還是必要的 他當時為了通關的效率 讓他先放行 那我覺得這個制度 確實有衍生出一些問題 我覺得我們市政府的衛生局 可以再跟食藥署商量 邊境管理的部分可以再加強 好 市長請坐 衛生局長 我想整個食品的管控 我覺得還是要加強去查氣跟認證 那我想在源頭管控的部分 你們雖然提出一個方式 但我覺得在人力的部分 我覺得是不夠的 我承認書醫院所提的 目前人力大概有多少人 我們食安基金 有在收24名的食安基查大隊 加上我們原來食藥科的同仁 然後應該是有到50位左右 50位真的沒有辦法去掌管 整個桃園市所有的食安的廠商 所以這個人力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再加強 更一座報告 因為市長指示還有我們 議會的支持的食品安全基金 我們中間有一部分是邀請專家 然後進去源頭的工廠去輔導 那這方面輔導的話 我們的同仁是一起進去學習 但是同仁主要是負責機查 還有那個還有緊急事件的後市場監測 例行的後市場監測跟那個機查的事件 那所以在深入食品業者的源頭輔導 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是有委外 然後也有請專家 直接進場到每個工廠去輔導 那我們希望說在幾年內能夠 把桃園市的工廠 食品製造工廠能夠做有規模的 地毯市的一次把它都輔導完 如果人力不足 我想還是會增加人力 我想議員諮詢的意思是說 我們食品工業的重鎮在桃園 那如果人力爭責有所不足 我們跟食藥署來商量 他有一些計劃性可以委託 我們加強食品工廠的管理 好 謝謝 市長剛剛提到 我們有自主管理 我們還有驗證機制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事後機材 可是事實上呢 就我們知道 目前50個機核人力 我們全桃園的食品業者 剛剛梁議員提到25000家 而真正有照的只有500家 所以有24500是沒有照的 而且是類似散戶的 在網路上 在市面上 在餐廳 在小吃店 在菜市場裡頭 充斥在這個地方的 那怎麼去積核 我想幾個例子我想請教 剛剛提到的 比如農業局 我請問你 農藥你們的積核機制 你們現在是 只要是購買農藥 就要跟經銷商做登記 然後事後送名單到這個房檢局 讓他們來做積核 可是我請教你 黑市交易呢 目前在黑市交易當中 最火紅的是什麼 螞蟻藥 因為紅火蟻的危害在 在整個台灣 在桃園 這非常的嚴重 那黑市交易當中 這個螞蟻藥 是非常大宗的 可是你們在積核當中 有積核到嗎 沒有嘛 網路販售 你們有沒有辦法查得到 沒有嘛 經銷商裡面有沒有賣 沒有嘛 那你們怎麼積核 所以這是一個黑數 這個黑數怎麼辦 用自主管理 就是因為自主管理 已經出現了很大的漏洞 所以自主管理沒有辦法 那我再請教工商登記 對不對 我們講 你說我們這有登記的 我們就會去查 問題就在於 沒登記的 永遠是遠遠大過 已經登記的 那你們怎麼查呢 機查人員說 我們到了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他的工商登記裡頭 有一項食品 結果一去 他根本在賣衣服 他不是在賣食品 那你當初為什麼要登記 他說哎呀登記的時候呢 大家就說你多勾選一點嘛 將來你可以營業項目多一點嘛 一來造成老民 二來你讓機查人力 在那麼有限的人力當中 出現了很大的一個漏洞嘛 那重點在哪裡 重點就在於 我們以前的一個 事前核准機制 現在沒有了嘛 現在變成是 我只要去登記了 我怎麼登記就怎麼有 我們沒有任何的事前機制 所以今天我們認為 我們要食品要安全 我們市民要參與 我們外食要安心 我們要資訊要透明的情況之下 我們認為針對食品 應該要恢復事前機查機制 就像以前 你要開設檳榔攤 你必須先 這個工商登記之後 必須先到衛生局 去做什麼 要送健康檢查 包括賣的人 包括負責人 都要健康檢查 對不對 然後衛生局還要到現場 去看他的這個衛生環境 是不是符合規定 那現在完全沒有 所以在食安這麼重要的議題之下 我們認為以前一些 這個事前機核的機制 我們認為應該要恢復 特別在食品的這一項 所以你在做工商登記的時候 就應該要把食品這一項 列為事前機核的一個目標 那剛剛也提到 你說網路 網路你們會去查 你們怎麼查 剛剛講 網路99%都是沒有登記的 都是沒有工廠登記 公司登記 沒有小吃店登記 全部沒有 你怎麼積合 對不對 你只能夠散彈打鳥 看到一個抓一個 問題是 有一些網路販售的 其實它也是很不錯的 問題我們怎麼樣 讓老百姓 能夠透過政府管理機制 能夠知道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可以買的 那我想另外 像廢油的問題環保局 你廢油的這個集合機制 你們目前的集合機制 就是第一個 我們看他的這個發票 然後用電子發票 作為集合方式 可是我們很清楚啊 我們那個地方稅務局局長 桃園我們整個台灣 桃落稅的情況 嚴不嚴重 嚴重吧 是不是 露開發票的情況 嚴不嚴重 嚴重吧 所以 如果你們的廢油處理機制 你只是用一個電子發票 來作為一個集合的方式 它是很大的黑數在那裡耶 你怎麼 你怎麼集合得到 對不對 然後有的說 我用進出貨的這個證明 剛剛講的 很多的進出貨 它是under table的 它根本沒有報在它的報單上 它是透過走私 透過黑市交易來 或者透過網路販售的 那你怎麼去 怎麼去查 所以現在 剛剛講 這是千億法動全身 這個整個的食安的一個規劃 它不單單 只是一個 這個我們說的 這個食品安全 衛生的自治條例 它可能牽涉的 有肉類藥品的殘留標準 對不對 你怎麼樣去看抗生素 怎麼去集合抗生素 怎麼去集合萊克多巴胺 你這個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非常明確的集合標準 所以我們現在 肉類藥品的殘留標準 桃園也沒有 我們的添加物管理自治條例 現在有了 但是我們認為 應該要更加強 為什麼 在法令 中央法令規定 規定什麼呢 它規定 我們在這個 6月9號以前 要完成分廠分造規定 可是桃園目前 還有四家 四家非常大的 食品添加物的工廠 還沒有完成 分廠分造的 這樣一個 一個做法 對不對 很大的喔 什麼聯華什麼東西的 對不對 什麼藝方什麼 什麼化學的 對不對 還有什麼國聯 對 還有什麼力宏 這些都是生產添加物的 食品添加物的這些工廠 現在已經5月 今天已經5月11號了 6月9號以前 就要完成所有的分廠分造 可是到目前為止 在桃園還有這麼大家的 食品添加物的廠 是沒有完成這些執照的 那今天你們有更多的 這個積極作為 或者更多的法令規章 可以做約束嗎 也沒有嘛 所以我剛剛講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包含什麼 外食族群 或者是一般民眾 我買的這個餐具 就像這個 我請教市長 我請問你 你知道它是多少 200還是400 你知道嗎 你知道它的代號是多少嗎 你知道 這個是200還是304 這個我當然不知道 好 我告訴你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老百姓都不知道 哪一個可以用 200的可以用 還是304的可以用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桃園應該要 市長 我們桃園應該還要針對 食品容器 要另外再訂定一個管理辦法 我認為 像200這種在30分鐘 就會在酸性物質當中 融出猛的這種 這種不鏽鋼 它就不可以用作食具 就不可以用作食品容具 我們就應該要強烈的做規範 否則老百姓誰知道 哪一個是200 哪一個是304 要譬如說 寶特瓶 對不對 我請問市長 你知道這個是PVC 還是什麼PLA 還是它是PP 你看得出來嗎 那個 還是PE 我跟議員說明 寶特瓶底部 有一個據點 現在不是桃園共和國 在處理這些問題 是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在處理這些食品 我現在跟你談的 也不是談中央立法 我談的是桃園市 可以制定的自治條例 跟管理辦法 那今天剛剛講的 你說這PE 對不對 PP PET 好 對 我要講的 誰分得出來 誰分得出來 哪一個是PP 哪一個是PLA 哪一個是PEP 誰分得出來 哪一種可以用微波 哪一種它的耐熱度到多少 一樣 所以我說 我們桃園應該也要列出一個 食品容器的一個管理辦法 那麼針對這種容易 對這個健康產生危險 或者是它很容易在高溫 或者是高酸的情況之下 就會融出不良物質的東西 就應該要明定 它不可以生產作為一個 食品器具啊 對不對 你現在說 我們不是中央立法 可是我認為 很多的工廠在桃園 你今天你在桃園 你如果列出這樣一個辦法 桃園生產出來的 都是有安全標章的 市長我跟你講 生意會更好 到時候全台灣其他縣市啊 通通都指明要採購你桃園的 書議員的建議我們參考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跟你討論這些 我們就是希望 老百姓他有資的權利 那剛剛你提到 我們有按照這個規定 成立一個食安委員會 可是在法定上規定啊 食安委員會是每三個月 要至少開一次會 可是桃園呢 一年只開最多兩次會 那我們覺得 這個還是開得不夠 還有應該要在這個法令上規定 要把這個會議的決議的事項 應該要公告周知 所以我們覺得 在資訊透明的這一塊 做的還是不夠 所以我們認為 今天我們在討論食品安全的時候 我們希望 除了食品我們要安全 市民參與 我們應該要讓所有的老百姓 來知道我們政府做的哪些 這個有關食品安全的這個資訊 包括他的法令規章 要讓老百姓都很清楚 然後能夠讓他們有一個平台 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 然後另外呢 外食安心 就是剛剛提到的 我們這個一些食品器具 我們應該要管理好 否則我們現在還看到很多的餐廳 他用的還是鋁的材質 在做他的這個工具 他用了很多 是韓蒙200的這樣的一個不鏽鋼 在做他的食品工具 這個對我們來說影響都非常的大 所以我想今天跟市長討論這些 我們就是希望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非常理性的來探討 目前的缺失 我們希望這些缺失能夠盡快的 來把它給補足 讓桃園成為一個安心外食 一個民眾這個食品安全 最棒的一個生活環境 好不好 好 謝謝蘇宇的建議 那另外最後我要再跟你探討一下 你幫我弄一下 我請教一下市長 這個我們體育局 有一位吳建皇 吳姬耀 您認識嗎 我認識啊 那吳建皇 吳姬耀 他原來是在學校擔任主任 那麼現在在103年8月1號退休之後 在104年的8月1號 就由你研览到這個體育局擔任姬耀秘書 是吧 吳建皇在去年擔任過體育局的記要秘書 而後來選舉的時間 因為違反規定離職 那市長如果您還記得 當時我們提到很多人違反行政總理 我們那個捷運局的局長 那個董事長怎麼沒有處理 他違反的事項更明確啊 那怎麼會獨獨子 對體育局的一個記要秘書 做出他違反行政總理這樣的一個處理 包括像何暖軒董事長 是否有違反行政總理 或者儲存來區長 這個明確有檢舉的 我們都送給工程會參考 市長我想吳建皇跟您的關係啊 很多人都知道啊 其實他跟你非常的好 我們從在四年前這個蔡英文在選舉第一次總統的時候 你在選立委的時候 他就是你競選總部的總幹事還是什麼主委啊 你看在舞台上他就是在舞台上在handle的所有的人啊 沒有他沒有handle說的 然後這個你看他是你的總幹事啊 執行總幹事啊 在每一個你的造勢場合 我們都看到 這個吳建皇跟你是亦步亦去啊 那您說他是因為違反行政總理啊 可是我們覺得啊 這個理由有點 有一點耐人尋味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11月24號離職 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 他在10月18號發生了一個在體育局裡頭的一個性侵的一個案件 而也在最近他被檢察官起訴 我要強調的是 當然我們知道市長你有用人的權利 那麼你也用了不少 你跟您平常都還不錯 但我們相信有一些也是人才啊 就像比如說社會局 社會局我請教一下局長 這個這個經費的動資權跟人事的權 是您在處理的嗎 還是是你的主秘在處理的 在社會局的部分是我在決定的 是你在決定的嗎 那怎麼怎麼聽說 這個真正在處理handle所有的事情的是那個機要 機要秘書那個主秘呢 我請教一下青年事務局局長 聽說這個青年事務局也有一個地下局長啊 比如你們的主任秘書啊 沒有這回事啊 可是我們這個都聽到啊 這些真正的決定權都在他們的手上啊 人事派遣人事異動都是由這幾位 剛剛提到的這主秘來做處理 這個是錯誤資訊啊 這不要誤導啦 其實我現在提醒主秘喔 你無將煌來說 他在體育界或許有一些貢獻 可是這個人的人品怎麼樣 竟然才可以到任體育局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多月的時間 就發生這種性侵案件而被起訴 然後呢 體育局火速把他離職 當然這可能是為了要斷尾求生 或者是儘快止血 可是我們要看到的是 市長你當初怎麼會用這樣一個人 你難道不知道 他的這個人品是這樣子嗎 我想齁 那您跟他認識已經那麼多年了 任何人犯錯 在我們桃園市政府局裡頭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離譜的一件事情 他站在一個這麼高的職位 運用他的權勢 在辦公室裡面 對他的下屬職員性侵 這是多麼嚴重的事情 然後呢 我們也沒看到 市長您在這裡有做任何的一個處理 我剛剛強調的 當然你有用人的權利 但是我們在提醒市長 用人為財啊 不是顏色對了就什麼都對了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藝人得道就雞犬升天了 那也不是順我者昌 就逆我者亡啊 這些現象不會在桃園市政府發生 我希望是這樣 我說明一下 吳建皇擔任體育會的 市長 您要說 您可以說明的有很多啦 我現在再提醒你一個 就包含像我們平鎮區公所 你用了一個在選舉期間 幫你這個發文宣跑行程的人 我們沒意見 對不對 他幫你 你回饋他那也應該 但是不要忘了 你回的是政府公器 你給的是他一個政府單位的職務 你今天如果給了他是做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低收入戶 是做這個特殊境遇 是做這個馬上關懷 他就應該要坐在那個職務上辦那個工作啊 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到說 今天你為了回饋他 你為了報答他 你給他一個這樣的職務 可是他並沒有做這樣的工作 那工作誰做呢 工作是其他的人在分攤耶 那其他的那些人 有沒有領他那份薪水 如果沒有 這個在法制上 這個在這個 這個在這個人事管理上 可以這樣嗎 那我在去年提到了 我今年提到了 到現在依然如此 市長 我要講的 如果你今天用人 是真的為財 而不是看顏色 而不是看他跟你之間的交情 那怎麼會有這樣的情形產生 那怎麼會讓這樣一個人 還繼續的待在平正區公所裡頭 然後掛著你桃園市長 這個這個這個市政專員 然後呢 代表你參加各種婚商喜慶 然後跟著里長出遊 按照規定 民政局 里長自強活動 他是社會科 負責馬上關懷的工作人員 他可以去參加 那個那個那個 里長的嗎 連里長的太太 里長的先生 都不可以代表里長去參加 那他是一個社會科的科學員 他可以去參加嗎 可以嗎 有沒有違反法令 蛤 有沒有 然後他上班時間 沒有去上班 跟著出遊 到台南去玩 玩了四個梯次 四天都去 那我請教一下 市長 蘇議員 針對一個區公所的約故人員 如果管理不善 也不需要花這麼多時間來諮詢 我們就實際情況去瞭解 市長 我也不想花這麼多時間 但是我要強調的就是 去年講了一次 今年又講了一次 我們很顯然的是覺得 以前喔 我說明一下 以前的縣政府 今天區長他說 對不起我沒請你回答的時候 請你先聽我講 我問了區長 區長說 這是市長的人 我們動不了 那市長 我去年講了 我今年也講了 我在看 我一直在想 這文猜應該不是像我講的 應該不是像我們大家想的 私鄉授授這樣的一個政府公器 我們認為應該不是 我們認為政治倫理 這個行政倫理 應該你會兼顧啊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用了一個 在辦公室性侵女職員的一個人 擔任這個記憶秘書的職務 然後呢 用了一個 在地方上幫你跑行程 這個的一個 一個這個這個 你的工作人員 然後進入到事工所 然後我也不想啊 這麼小的一個工作 但是你知道嗎 我想不需要去質詢一個約顧人員 以前喔 舊的縣長的時代喔 他約顧人員也很多啦 我要強調的 對不起請你聽我講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子啦 這是我的質詢時間 我要強調的是 今天 他是一個小小的約顧人員 不足為道 但是 你破壞了整個行政體系 你破壞了整個用人制度 這樣的一個破壞制度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非同小可 不以二小而為之啊 你不要以為 他不過是個小小的約顧人員 所以無所謂 用了代理後 就把他攻在二樓 然後不做其他的事情 不是說他工作上應該要有的事情 所以市長 我在這裡啊 苦口婆心啊 為什麼 大家都在看啊 大家都在看啊 一個約顧人員 大家都在看啊 你知道嗎 全桃園市市政府裡頭 有這麼多的公務人員 大家眼睛都在看啊 如果 一個跟你 是你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是你的競選總部的副主任委員 然後是你這個民進黨的 盧竹市長部的這個幹部 這樣的一個人 你用進了這個 我們沒有盧竹市長部啊 那我們 我們沒一件 但是 用了以後結果是什麼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性侵女同事 對不對 我要強調的 我要強調的就是 市長 他擔任十二年的盧竹的教育會的理事長 公器在你手上 你選到了市長 那如果有任何錯誤就該承擔 但是呢 我要提醒您 你可千萬不要跟陳水扁當時一樣 不然我就選到了 你要怎樣 因為 我剛剛講的 我們政府團隊有任何人這樣說嗎 我說我希望不要是這樣 我想任何人犯錯 我說我不希望是這樣 都應該要被懲罰 我也希望不會是這樣 但是我剛剛講的 大家都在看 有人犯錯就應該懲罰 桃園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事務官體系的所有公務人員 大家眼睛都在看 今天這個工作 是不是適得其所 是不是符合規定 大家都在看 如果一個小小的約故人員 在一個議員已經提出質詢 去年今年到現在 然後他還可以依然的坐在 不該坐的位置上 不辦他的業務 還可以領這樣的薪水 我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誠如區長所說的 因為他是市長的人 動不了 那我要強調的是 一粒老鼠屎 很可能會壞了一鍋粥 所有的公務員 都是桃園市政府的人 我想喔 這個管理制度有問題 那當然我就講嘛 決定權在你的手上 那如果是這樣 如果您這樣講的話 那我就要講啊 你人事處長 你人事處長 你就工作不力啊 議會質詢質詢了這麼久 你還可以放任這樣的事情 繼續下去 那就是你工作不力啊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你害了 那你是害了市長 你是害了市長 背了這個黑鍋嗎 那個蘇議員 蘇議員 你講的個案 我們來檢討 你講的個案 我們來檢討 內部管理 我現在講的是通案 你講的半天是講個案 那我來檢討 我剛剛講的社會局裡頭 上下皆知 好 謝謝 時間到 請坐 好 那麼大家辛苦了 我們今天 所輪流的四位議員 通通充分發言 執行完畢 請市政府各單位要注重 那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請大家到餐廳用餐散會 謝謝